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比利克林来的时候 选他一定要做翻一眼 所以他不得不 要注意步道家做什么 以后蒋介石死的时候 全省的人知道他是总统的牧师 就叫他开步道会 他就开始注意要怎么步道 他讲过那句话 步道家死光教会才会复兴 是因为他对当时很多的步道家很奢望 这些步道家都是storyteller 都是群众心里的刺激者 都是专讲故事 煽动人心的 所以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这句话 无形中就把步道者 对群众工作的步道者的身份 这个名称 同样的把它弄坏 那些坏的步道家 弄坏的这个尊贵的名称 你批评步道家的时候 你也把这个名称当作可批评的 你也弄错了 耶稣是群众步道家 为什么个人步道是好的 群众步道是不好的 有没有个人步道乱讲的 有没有 有没有群众步道乱讲的 有没有 你不能 因为步道家是不需要的 因为有一些步道家不好 就亲看这个这份 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伟大的传道的人 都是群众步道者 保罗是 彼得是 耶稣是 斯斯约和汉是 他们都在群众千千万万的面前 讲上帝的道 要点是他讲的对不对 讲的是不是真理 我还怎么看 呢 还没过 不过